点一盏灯 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放生起源 志豪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现在的工作不好找 但幸运的是 志豪接到了一家大公司的面试通知 能进入这家公司工作 是很多人的梦想 哈哈 我明天要去那家公司面试了 哇 志豪你真的很厉害 那家公司可是百大企业啊 能进入这个公司工作 一直是我的梦想的 志豪 明天我载你去面试 要是面试通过了 你可邀请我们大吃一顿哦 哈哈 没问题的 如果面试通过了 我就请客 第二天 志豪的同学骑着门口 快快去面试 当他们来到古斯门前时 已经快到面试时间了 对 就是那里 马上就到了 小刘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赶快进去面试吧 时间快到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谢谢你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车子车子 车子飞快地开了过去 一只虾子从车里垫落在马路上 小心点 小心点 这人是怎么开车的 开这么快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怎么了 你看 那应该是从刚才那辆车上掉下来的 天气这么热 这只虾子会死掉的 志豪将那只虾捡起来捧在手中 他看着手里那只奄奄一息的虾子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赶快将它放回水里 糟糕 再不将它放回水里的话 它会死掉的 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面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看这只虾 如果不赶快放进水里 它就会死掉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管内只虾 赶快把它丢了 你若是错过了面试的时间 以后可就很难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距离这里最近的河有多远啊 至少也有一公里 你想要做什么 小刘 赶快带我去 还愣着做什么 快啊 晚了的话 这个虾子的性命可就不保了 你疯啊 为了一只虾子 竟然要放弃这么好的面试机会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你不带我去 那我就自己跑去 只好一个人 在那么热的天 手里像捧着什么宝贝似的 在马路上狂奔 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虽然他的举止被世俗人所嘲笑 但却赢得了菩萨的赞叹 要快点 要快一点 能早到一分钟 这只虾子就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 快上车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谢谢了 终于 志豪将那只虾子放回到了河里 虾子在河水中没多久便冻得起来 然后快乐地游走了 活了 菩萨保佑 真是菩萨保佑啊 好了没有 我们赶快回去 说不定你还可以赶得上面试呢 嗯 当志豪在会面试的那家公司时 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我是来面试的 面试 你迟到了 我们公司是不会接受不守时的员工的 你回去吧 让他进来吧 嗯 好的 总经理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关系 为了拯救一条生命 情有可原 啊 我在这里都看到了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给了那只虾子活下去的机会 你给了那只虾子活下去的机会 我怎么能不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呢 谢谢 太谢谢您了 你不需要谢我 你不需要谢我 拯救生命是最高贵的情操 你做了就会得到善报 这就是因果报应 总经理 您也相信因果报应啊 是的 我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件事 便相信因果报应是有的 那时候我才按时出头 当时我生了一场大病 住了靠近河边的一家医院 据医生说 我的病需要进行一次大手术 手术费用高达几万元 老公 医生说了 我们儿子的病需要开到 手术费要好几万元呢 唉 只要能治好 我们想尽办法 也要把手术费凑齐 住院的那段时间 我心情非常不好 手术前几天 我独自一人到河边散心 结果看到了一个捕鱼的人 在那里卖一条大鱼 快来看啊 这条鱼多大 我刚从河里捞上来的 要知道 这么大的鱼 可是很难得一见的 是啊 这条鱼真的很大只 应该活了十几年吧 说不定它已经修炼上百年了呢 结果被你抓到 它多年的修行 可就功亏一亏了 如果这条鱼真的这么厉害 那我可得卖个好价钱 当时我想 那只大鱼活了那么多年 如果被杀实在是太可怜了 而且杀它的人 说不定也会因此而倒雷 这条鱼多少钱 我买了 你要买这条鱼 是啊 要多少钱 一千元 啊 一千元 好的 我买了 这条鱼是你的了 需要我帮你杀鱼吗 不用了 别担心 我立刻将你放回河里 你自由了 嘿嘿 哈哈哈哈 荒生大鱼腹的第二天 医生再次检查的结果 竟然是痊愈了 前几天还说 这个病很麻烦 没想到竟然没事了 甚至还可以出院了 这种状况 也是让医生也想不通的 为什么这么快就跑了 但是我知道 这一定是因为我放生 而得到了善报 从那之后 我就相信放生会得到善报的 当然 我们放生 若能不达这些妄想 完全凭一颗慈悲心去做 那就更棒了 好了 年轻人 毕业后 您就可以来上班了 你的面试通过了 啊 太谢谢您了 总经理 度人中度级 希望你以后能继续行善放生 出尔反尔 自食恶果 在一个朴实的乡村里 有一位杜先生 当他浓闲时便会亲自买牛杀牛 然后将煮熟的牛肉拿到市场上去卖 今年的秋收总算是忙完了 是啊 过几天我出去买几只牛 等杀了后你把肉卤一卤 拿去市场上卖 嗯 好啊 哎呀 小杜 你来买什么呢 收成已经结束了 我想买一只牛回去杀了 煮牛肉来卖 小杜 你可真是先不住啊 农忙时在田里干活 农闲时就杀牛卖牛肉 不跟你说了 我要过去看看那头牛 以后想吃牛肉再来找我啊 呵呵 好啊 先生 要买牛吗 是啊 嗯 这头牛挺大只的 身上应该有不少的肉 哦 先生您是卖牛肉的 是啊 每次农作物收成后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顺便做点杀牛卖肉的生意 那您的眼光可真好 你看这头牛又大又肥 一定能取好多肉的 杜先生将牛买回家后 便亲自动手将其再杀 然后再将牛肉一块块割下来 放进锅里煮 老婆 准备好了吗 我可要杀它了 嗯 好了 你杀吧 水已经滚了 就等你的牛肉下锅了 杜先生的牛肉生意非常好 因此每年他都会杀很多头牛 这为他赚了不少钱 然而杜先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和妻子结婚四五年了 却一直没有孩子 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 直到有一天 他们俩遇到了学佛的王阿姨 啊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的 那是小杜夫妻在卖牛肉 啊 卖牛肉 是啊 小杜每年浓闲时 都会自己买牛杀了卤肉来卖 刚杀的牛的肉自然美味 所以大家都会去买 原来是这样啊 小杜夫妻二人这么能干 只可惜结婚多年 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做这种杀生赚钱的生意 自然会遭到惩罚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 啊 你看他的生意那么好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肉卖得越多 他就要杀更多的牛 罪业也会越深 报应就越大 阿姨 你说我们没有孩子 是和杀牛卖牛肉有关吗 是啊 杀牛卖肉跟有没有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当真啊 小杜 王阿姨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呢 他老人家学佛多年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很准的 老公 我们就试试看吧 从今以后 不要杀牛卖肉了 我很想有个孩子 好吧 你们从现在开始放下屠刀 应该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 会有机会生孩子的 不过以后可千万别再做这种杀生的事情了 只要我们能有孩子 我发誓以后 再也不杀牛卖肉了 从那以后 杜先生和妻子果然不在杀牛卖肉 没过多久 杜先生的妻子便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老公 看来那个阿姨说的还真有道理 自从我们不在杀牛后 就真的怀孕了 老婆 你说会生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老是动来动去 应该是个男孩吧 嗯 乖儿子 乖儿子 不哭了哦 我想他应该生育了 就给我吧 我给他喂奶 来 儿子 喝个奶了 转眼间 五年过去了 杜先生的儿子 长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又到了农选的时候 杜先生 又想重操就业 杀牛卖肉 老婆 儿子现在都长大上幼稚园了 以后他上学还要花钱 不如农闲时我们再来卖牛肉 帮儿子赚点学费 怎么样呢 啊 我们不是说好 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吗 你还真把那阿姨的话当真啊 你看 我们现在也有儿子了 再杀牛卖肉又有什么关系 儿子以后世世样样都需要花钱 我们现在得帮他多存点钱啊 好吧 这一天 杜先生又来到牲口市场买牛 他看到了一个卖母牛 还附带一头小牛的人 经过讨价还价之后 他便将母牛和小牛一起买了回来 先生 你再加点钱 把这只小牛一起带走吧 嗯 那只小牛长大了 应该可以用来耕地 对呀对呀 您就一起买吧 好吧 那两只牛我都买了 可是当杜先生将他们带回家 准备要杀母牛时 那头小牛突然跑到他面前 跪了下来 并发出阵阵哀眠 似乎在恳求他放过自己的母亲 杜先生将小牛赶走 回头要杀母牛的时候 小牛竟然又跑过来 向他跪下 快闪开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的 杜先生叫妻子把小牛牵走拴住 然后灰刀宰杀了母牛 随着母人一声惨叫 那头小牛也发出一阵肝肠寸断的叫声 接着他猛跳了几下 竟然也打一死去 啊 老公 你看 这只小牛是怎么了 啊 他 他死了 杜先生将这两头牛的肉取下后 一起扔进了大锅里煮 一直煮到傍晚时分 爸爸 我吃饱了 我要出去玩 嗯 好啊 然而杜先生没想到的是 他儿子看到锅里的水正在冒着热气 于是好奇地探头去看 不料 不料却一头栽进了煮牛肉的锅里 给活活烫死了 这锅里煮的是什么 好香啊 儿子 杀生遭报不可不信 既然已经发誓不再杀生 而且也获得了上天的谅解 就应该继续行善积德 如此出尔反尔 最终只能自食恶果呀 喜极而泣的大象 大象是现在世界上 收获在陆地上的最大的哺乳动物 在印度 大象是一种颇受敬畏的动物 大象越来越受欢迎 在各种节庆活动中 都会出现大象的身影 因为印度民众喜欢大象 因此有很多人自然 训练大象勇于观赏和舆论 但是刚刚被抓住的大象 非常有野性 不轻易让人们靠近 也不吃人给的东西 诶 个性还挺硬的 乖乖的 别再挣扎了 只要你老实脸 我就给你香蕉吃 真是不听话 不吃蒜 我看你能撑多久 我们先走 让他在这里饿几天 饿几天 他就会听话了 嗯 几天后 等这头被囚禁的大象 饿得奄奄一息时 猎人们会再次出现 他们会用食物引救大象 让他听他们的话 怎么样 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了吧 好吃的香蕉 想不想吃呢 怎么 想吃吗 站起来 站起来就给你吃 真听话 爬下 爬下 再给你一个香蕉吃 可以了 这只大象可以带回去训练了 大象被带离丛林后 便会受到严苛的训练 稍不留意 便会遭到训向员皮鞭和电棍的惩罚 大象渐渐地失去了野性 开始了他的摇眼生涯 然而 当这些大象老得不能工作时 它们往往会遭到像主人的嫌弃 一位动物保护人士 在印度北方发现了一头名叫贝尔的大象 在主人的殴打和威胁下 贝尔被迫每天伸长鼻子 向路过的游客乞讨 即使这样 他也得不到充足的食物 贝尔不得不吃塑胶袋和废纸充饥 妈妈妈妈 你看 这里有一只大象耶 快 你没有看到有游客来了 快工作 妈妈 那只大象好可怜啊 我们也给他一点钱吧 好啊 你拿去送给大象吧 好的 大象 这些钱给你买吃的 快 谢谢这个小朋友 怎么这样对待大象呢 那只大象怎么在吃废纸啊 哦 你说那只大象啊 它的名字叫贝尔 听说 它已经被囚禁非常多年了 年轻的时候 它还会表演节目 现在老了 它的主人便把它拴在这里 向游客乞讨赚钱 那它的主人不给它东西吃吗 如果它不是因为肚子饿 应该不会捡废纸吃的 哎 别提了 它的主人一直在虐待它 也不给它足够的食物 贝尔只能靠吃塑胶袋和废纸充饥 贝尔实在是太可怜了 可不是嘛 它一天24小时都被脚镣铐着 没办法自由行走 你看它的脚 因为常年被练着的员工 都勒出了深深的勒痕 天啊 它脚上的脚镣还带着尖刺 是啊 但是它主人为了防止它挣扎而射击 那些尖刺经常让它血流不止 那位动物保护人士 将贝尔的照片 传到了位于伦敦的野生动物救助机构 哎 这只大象真是太可怜了 是啊 长达多年的囚禁啊 想一想 真是令人发生 我们得尽快将它救出来 对 我现在就联络运动这边 想办法将那只大象救出来 是啊 那只大象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在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的努力下 一只由兽医和野生动物专家所组成的救援队 在夜色的掩护下 开始进行大象贝尔的救援工作 你们看 就是那只大象 它就是贝尔 天哪 那只大象开上去实在是太瘦弱了 可怜的家伙 它的主人实在太可恶了 我们趁天黑赶快将它救出来吧 嗯 我们赶快行动 大象贝尔看到一群人朝自己走来 立刻反射性地跪在地上 伸长了鼻子 磕头乞讨起来 他因为害怕主人的鞭打 一见到有人靠近 便会开始乞讨 唉 他真是太可怜了 贝尔 别怕 我们是来救你的 快 快将它脚上的脚料拒断 经过大家的努力 束缚大象贝尔多年的脚料 终于被彻底拆除 我得先用一些药帮他止血 贝尔 你现在自由了 恢复自由的贝尔 竟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啊 贝尔在流泪 他是感到高兴 高兴自己终于自由了 不用再受主人的残暴对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666-012-001-205-666 僧众摘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施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佛教慈悲之夜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恭送普门品 护身即蒙山诗石 恭请战身法师领众 日期7月24日星期三 时间下午2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发会现场备有寿陶结缘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新逢孝亲报恩月 佛教慈悲置业 花莲分会 旗见于兰盆 即地藏法会 蒙山诗石 日期8月31日星期六 上午8点30分开始 恭送于兰盆经 地藏菩萨本月经 佛说父母恩仲南报经 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实护生 佛浅大供 恭请赞民法始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佛学名词 灌顶 灌顶是佛教密宗 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转轮圣王的太子 要即位的时候 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续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置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秘中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生口意 生我们要比手印 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命佛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至于灌顶是不是真的 透过种种的遗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师会用一个宝瓶 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 密灌 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透过灌顶的仪式 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从一个凡夫 进而成为一个佛陀 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 就要看我们内心 有没有得到净化 未来的行为 有没有越来越像 佛或是菩萨的行为 与修行 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